好,一会儿没讲了 我们准备开始要继续啊 好,我们继续介绍我们的第二部分ISMP 第一部分ARP呢,咱们讲完了 现在我们讲ISMP 来,我们再介绍啊 ISMP呢,经常被认为是IP层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传递差错报纹 以及其他需要注意的信息 那么ISMP报纹通常被IP层或更高层协议 比如TCPIP使用 一些ISMP报纹将差错报纹返回给用户进程 讲ISMP啊,有些人就说是PIN 这个不是一回事 PIN,这是第三部分我们会讲PIN 第二部分讲ISMP的大协议 并只是一个小部分而已 我们讲的ISMP ISMP报纹呢,是在IP数据报中传输的 你的封装格式呢,是IP,然后ISMP,然后ISMP数据 这个效果 ISMP报纹的格式呢,如6-2所示 6-2所示 所有的话,我们前四个字节都是一样的 前四个字节分别为类型位 代码位和16位教员和位 那么类型呢,就表示大类 ISMP有15个大类 所以说可以有15个不同的值 就是类型是大类 一共有15个大类 然后呢,每一个大类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小的区分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应答 Equipeline 就是类型为0,代码为0 那就是最经典的啊 然后我认为非常重要的 就是类型3 是不可达信息 那么这个不可达信息里面呢 有非常多小类 像0到15,16个小类 表示各种不可达 那么一会儿我们都会介绍 不是都会介绍 我们能够见到的一些不可达 我都会介绍 比如说呢 主机不可达 端口不可达 需要进行分片设置的不可 分片比特 比如说设了BFA 然后呢,理由大元MTU 那这也会有这么一个不可达 还有原站路由失败的不可达 然后呢,还有由于过滤通讯被强行禁止的不可达 这应该是我能在网络上能够见到的 而且能够给大家演示出来的不可达 以后我都给大家演示的 大家现在了解了吧 这是最重要的啊 类型是大类 一共这些大类 大类型 然后类型里面呢,又有代码来区分这个大类里面的 不同的小类型 就那个效果啊 那么然后呢,格式都是前面四个字节 总是八位的类型 八位的代码和十六位的校验核 校验核自尊覆盖整个ISMP报纹 我来说一下这个点也非常重要啊 昨天我们讲过IT头部 然后我们昨天讲过IT头部 我们讲的是IP手部教养盒 有时候呢,昨天只管IP手部 今天是什么呢 是ISMP教养盒 ISMP有手部 ISMP呢,还有数据 那么我们讲的是ISMP教养盒 有时候呢,它虽然说是ISMP头部里面 但它对ISMP头部和数据部分进行教验 了解啊 叫IT手部教养盒,只管IP手部 ISMP呢,叫ISMP教养盒 它既管手部也管数据 所以呢,你看看啊 两个加在一起不就齐活了吗 同样的 那么明天讲的UDP 也是UDP教养盒 包含UDP手部和UDP数据 TCP也叫TCP教养盒 包含TCP手部和TCP数据 加上IP手部教养盒 它们加在一起 全部都已经教养完了,对吧 有没有效果啊 好,各类型的 大家说了,一定要注意 最新的80和00Aquiply 然后3呢,是Unriched for 有很多小类,今天一会儿都会演示的 今天应该还会演示这个重镜像 50 重镜像 然后后面呢,可能还会讲解到 40原装备关闭流控的相关的 不看还有没有啊 今天应该还会来一个这个超时 11,TTO超时 的报错 然后我再看看啊 基本上其他就很少用到了 早就这些东西啊 今天进得上我们这些课都会讲到的 SMP报文的类型 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 由报文中的 类型字段和代码字段来共同决定 就是说呢 首先是大类是类型字段 然后代码字段 是一个 然后呢,首先我们来看见 那SMP报文分为两种类型 一个是查询报文 一个是插错报文 看一下 最经典的Aquip Request 80 就是查询 然后呢,Aquiply 00也是查询 查询这个网络通过东马 查询报文 然后最经典的还有一个就是 插错报文 就是网络上有什么样的问题 通过SMP来报错 它叫插错报文 最经典的插错报文就是3 类型为3 就是各种不可打信心 再了解啊 有SMP有查询报文 就是Aquip Request Equiply 还有其实大部分就是 插错报文 就是最经典的就是不可打信息 当发送一个SMP插错报文时 报文始终包含IP的首部 和产生SMP插错报文的 IP数据报的前八个字节 前八个字节 那么这样 接收SMP插错报文的模块 就会把它与某个特定协议和用户进程联系在一起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一个发送方 一个接收方 比如说这是Client 这是Server 然后这是中间的入入器 中间的入入器 然后呢 比如说我发送了一个DNS 我们举个DNS的例子 那DNS呢是IP地址 IP头部 UDP头部 然后呢有这个DNS的数据 DNS的数据 然后呢 UDP中口号呢 DNS是53号端口 53号端口 然后这个包呢在网络过程中 那么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呢 这个入入器没有去网布局的路由 也有可能呢 这个入入器有个列表 把这个包给干掉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入入器呢 把这个包首先 它可能是由于没有路由 把包丢掉了 有可能这个入入器有网络之列表 把这个包给干掉了 干掉之后呢 它就会给员发送一个ISMP的不可达信息 ISMP的不可达信息 ISMP的这种 这个内情维三的不可达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里面是长什么样啊 就是这个不可达信息里面 有些什么样的之段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查证了 那么这个就是介绍这个不可达信息里面 有什么东西呢 首先呢它有 这个信息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它有这个IP头部 这个IP头部呢 原IP地址是这个入入器的IP地址 Multi IP地址是这个Client的IP地址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有ISMP的头部 ISMP的头部 ISMP头部呢 里面呢可能就是类型为三 然后相应的code表示是 到底是由于列表干掉了呢 还是由于这个入入不可达干掉了 那么它会告诉你什么原因 关键点啊 就是ISMP这个数据后面有啥 就是这个不可达信息后面的数据包含什么 包含造成这个不可达信息这个数据的IP头部 包含里面来 还有呢造成这个不可达信息的这个IP数据的前八个字节 但是应该是八个吧 前八个字节 前八个字节后面不管啊 前八个字节 就是这个前八个字节也放在这儿 前八个字节 然后一起通过ISMP拨打信息八个元 再说明啊 unreadful信息首先是有IP头部的 原地址是这个入入器的地址 丢弃这个包的入入器的地址和这个client的发送包的地址 紧接着呢是ISMP头部 现在unreadful信息那么背景为三 然后呢具体的code呢 就要看到底是网络不可达呢 还是被列表干掉 那么code可能不一样 然后呢ISMP这个后面这个数据里面有什么 有这个造成这个丢包 这个原始IP包的IP头部 还有这个数据的前八个字节 为什么要包含这个前八个字节 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们ISMP这个报作信息 想告诉你 因为这个包是由一个应用程序发送的 由一个APP发送的 比如说DNS客户端发送的 对吧 请注意 任何一个数据包应该说的都是一个客户竞争发送的 比如DNS很明显这个DNS客户端发送的 那么ISMP的这个包回到这个入入器的时候 回到这个发送包的时候 它希望告诉这个客户端 到底是哪一个应用程序制造的 到底是你本地哪个应用程序制造的 怎么能够告诉这个客户端是哪个应用程序制造的呢 端口号啊 端口号不就决定了它是本地哪个应用程序吗 目的端口表示目的哪个服务 本地端口表示本地哪个应用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八个字节如果说是UDP 不管还是UDP还是TCP 你们能够观察一下 前八个字节里面肯定有UDP的端口号 也有TCP的端口号 有端口号信息 那么Client如果收到这个前八个字节就能够提取端口号 就能够知道这个数据到底是哪一个本地应用发送的 他就有可能把这个信息告诉给这个应用 说啊 你就不用再发了 SNP上racebook已经收到了 他说呢 网络不可答 你就不要再出传了 是什么意思 越来越来越吧 这不可答信息里面有这个 八个字节 这八个字节有TCP UDP的端口号 有端口号 这个Client收到之后呢 就知道是哪个应用发的这个包 他就会告诉这个应用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应用知道这个问题之后 可能他就会调整 或者说他就不再重逃了 那这个看见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 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复杂的啊 这第一了吧 前八个字节 因为只有这个八个字节 才能够去告诉你是本地哪个应用发出来的 然后呢 那下面这些情况呢 不会导致差错报纹 比如说呢 差错报纹不会制造差错报纹 就是说呢 本来里面的差错报纹 然后又出现了什么问题被揪了 你就不会 差错报纹不会引发差错报纹 因为如果 差错报纹还能引发差错报纹的话 这可能是无线会 会慢用下去这个问题 然后呢 目的地只是广播的 或者主播的IP数据报 也不会产生差错报纹 因为如果是广播的话 那么有多少差错会发回来啊 这也不会哦 面露层广播的数据报 也不会产生差错报纹 因为你的广播网已经不管 如果说一个广播 N多地址 如果说这有差错 那么N多地址 都给它回差错报纹的话 这就麻烦了啊 比如说呢 目前是广播和主播 那么不管是三层的 还是二层的 都不会产生差错报纹的 就是你有问题 我是肯定不会给你回这个 unlap信息的 不是IP分件的第一个线 也不会产生 因为请注意 后面会接到分片 只有第一个分片里面 会有四层信息 会有东口号 后面的那些分片里面 都没有四层信息 都没有东口号 就算我把这个回给你 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应用发的 回给你也没有用 所以说呢 不是IP分片的第一片 所产生的问题 也不会产生差错报纹 原地址不是单个主机的数据报 就是原地址 你居然是广播 原地址 你居然是主播 原地址 居然是防火口地址 那么这些报呢 也不会产生差错报纹 这么一种设计 是防止 由于差错报纹 所产生的广播公报 产生 就是这些啊 不会产生差错报纹 只是正常的单波报 那么才出现了问题 我们才会发送这些差错报纹 比如说unrich for信息 这报纹的格式 我们看一下就是 以破网头部 IP头部 SNP头部 然后差错报纹的这个 产生差错报纹的这个IP头部 然后呢 还有前八个时节 前八个时节呢 如果有UDP的话 前八个时节就把UDP头部 全部包含在内了 如果是TCP的话 前八个时节也把TCP的 原木章口号包含在内了 反正包装口号肯定在里面了 但的话可以告诉发送员 到底哪个应用产生的这个包 那么我会告诉你应用 这其实已经有问题了 一定要在发了 当然那么很少有应用 很少有系统会把ISMP的报数 回馈给应用程序 回馈给应用程序 所以说呢 可能呢 网络上已经有很多 Unreal的信息 发给这个原了 但那个原并不会把这个 发送信息 报给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呢 是会继续的坚持去发送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发送 端口不可答 好 现在呢 我给大家制造各种不可答 你们看看啊 不可答 叫什么不可答 这个十台路起 应该只有三台路起才对 大家制造各种不可答 各种安慰所信息 然后我们抓一个比较经典的 说给大家看看 分辨我会演示 主机不可答 类型为三 扣度为一 管理强势不可答 类型为三 扣度为十三 需要分辨 但设置的DF位 类型为三 扣度为四 端口不可答 类型为三 扣度为三 原站路由失效 类型为三 扣度为五 原站路由失效 我们会在原站路由 今天我就会讲 那个时候再做 我现在至少也是前面四个货币RCG 我先确认一下 我这个R1能够并通R3 确认一下R1能平通R3 R1能平通R3 我们的环境特别简单 10.1.1.0 11.1.1.0 R1 2 R3的配来个地址 R1只往关到R R3只往关到R 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说R1平通R3并没有问题 第一个R1的信息来了 很简单 你虾配一个网络里面不存在的 是 那个包团由于R1有默网关 所以说呢 四个四的包团会送给R2 然后R2发现 它没有去往四个四的路由 因为R2只有两个直电路由 R2没有去往四个四路由 所以说R给R1发了R1的信息 同一匹Bug API生P 就发现这个是 点型的主机不可达 都到从10.1.1.2 知道吗 点型的主机不可达 由10.1.1.2 回给10.1.1主机不可达 所以说呢 10.1.1.2 R2告诉R1 说你去往这个目的地 我那没有路由 这是一个经典的排错 当你看到这么一个报错 你就到这个设备上去看 它肯定没有你访问这个地址的路由 叫做主机不可达 当然我们可以debug IP SMP 那我们刷个pocket detail 类型为三扣的唯一 类型为三扣的唯一 对吧 那我们刷个包 二扣的唯一 来一次我爸爸的孩子 从这个吧 我确实要看得很很有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这是以太网投赋 没什么可说的 IP投赋 R2回给R1 因为R2这些产生 哪有入境 R2没有路由 然后学习号为EYSMP I字学习号为EYSMP R2回给R1 再刷 然后类型为三 是不可达类型 这个很大的一个类 三很大的一个类 有很多小类 一为主机不可达 一类为主机不可达 一主机不可达 这个以外呢 还有 再看一下 看我们这个介绍 除了EYSMP头部以外 刚才看到EYSMP头部了 还有制造这个EYSMP 不可达信息的 IP头部 20个字节 看一下 刚才我发出来的 原式时间1.1.1去 这个4的这个包 是吧 这个IP头部在里边吧 还包含前面八个字节 二字节 1.2.3.4.5.6.7.8 八个字节 这边里边 这就是差错信息 看一下 不仅有差错信息 而且还有产生 这个差错信息的 原始包的IP头部 和它的这个IP数据部分的 前八个字节 都在里面呢 好了 我重点介绍的就是这个 Unreachable 可以看 还有差错啊 再来一个 第二个差错我讲 怎么让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差错我讲 管理的强制不可达 OK 第二个叫管理的强制不可达 好 这很简单 我们在R2上写个列表 这个列表应该我提前写过 没有交用而已 我们看一下 你看所有列表 然后把这个列表运用在 R1相连这个接口的方向 R1再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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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聘 这聘 这就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313 3和13管理的强制不可达 由于过滤 通讯被强制 强制 禁止 如果 到底收到这个类型的不可达 你就去发送这个不可达信息的录路器上去 它肯定有个列表把你的表给开掉了 我们的 第2个 我看第3个 需要哼片 但是设置了DF位 第3个不可达信息 我们把这个列表开掉 它还那么通起来 接下这个目的 1101.1.3 D2 在R2上 我们把1101.1.2这个接口 MTU改成1000 接口 我用R1 PIN R3 那么R1这个包到R3的时候 R2这个接口 就是初接口 所以在初接口 查MTU 所以在初接口改MTU 初接口改MTU改了 好 继续 在R1上 平常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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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带子给一个大于1000的 然后呢DF位 倍智慧 车 难了吗 难了吗 难吧 把RTISMT 这个需要 需要分辨 但是DF被智慧 这不可达 什么效果 需要分辨 但是DF被智慧 这不可达 把RT packet detail 三四 位行为三 扣度为四 位行为三 扣度为四 需要进行分辨 但设置了 不分辨比较 位行为三 扣度为四 第三天新版本就考虑 那再说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个 为什么这个 M1.1 M1.1 啥意思啊 这个点就超时 为什么 我骗了五个 为什么不用五个样子呢 其实啊 这个 为什么 它会有点 为什么不用五个样子 因为 这个 把Unrival信息 司科默认 把这个Unrival信息 进行限速了 一秒一个 就可能你都会超时 那么我们把限速改一下 ITISMT Limit Unrival信息 毫秒一个 D毫秒一个 一秒一个 我现在一毫秒一个 看到吗 这个效果 会出点 就是因为 限制嘛 它不会一直给你发 它就限制 一秒给你发一个 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效果 所以现在呢 我不限速了 就出人了 全部 你发多少块 我一毫秒发一个 一毫秒发一个 就速度够了 所以说出脚 就是这个原因 那你把 上面看一下 这是有限速的 什么效果 OK 这是第几个了 第三档处 来看第四档处 端口不回答 我们R3呢 肯定不是一个 TFKB服务器 但是我 但是我非要copy TFKB到flash 我非要找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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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来这个例子 说 我看下又收到了 这个端口不回答 收到 我们11.1.1.3 什么意思呢 我明明没有提供这个端口号 请罪就是UDP端口号 TCP可没在事 我明明没有提供这个UDP的端口号 但你非要去连接我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R3就会得理回一个R2607 会告诉你 那么这个 不回答 11.1.1.3告诉你 端口不回答 我并没有提供你所请求的UDP端口号 请罪 TFKB是UDP的 TCP可绝对没在事 TCP绝对没在事 没关系吧 好了 UNR370咱们说了这么多 那么 这东西啊 我们再去一下 4.4.4.4 对吗 其实呢 UNR370对于排错是很方便的 但是UNR370也有透露了很多网络的细节 这也不完全 比如说 一拼是 那么能入屋器就会说 你连拼了 我们没有这个网络 那么你再试试其他网络 对吧 我拼5 比如说 我们网络里面也没有5 你不要换换其他网络 这可以给客户透露这些信息嘛 这些攻击者透露这些信息嘛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F0.0上打 No IP Unwritable信息 No IP Unwritable 好了 有点卡 那的话 你再拼 没信息了 不理你了 那丢了就丢了 不给你发信息 所以一般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在边界设备上 做了一些过滤 比如说列表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边界设备上 打上这个No IP 这个接口上 No IP Unwritable 这个东西 你问了呗 为什么一定要给你讲为什么呢 不给你讲为什么了 说是全部都是点了 这个效果 好了 还有一个Unwritable信息呢 今天还有演示 但是先不演示了 一会儿讲到这个原站路由 因为现在里面原站路由是什么 都不知道 我们讲到原站路由的时候呢 再介绍这个原站路由的 这个失效的这么一个Unwritable信息 第五个 再看一下 BSD BSD是一个Unix 对ISMP报仁的处理 就是有些呢 比如说 你看比如说 当我P一个主机 收到Unwritable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些信息 打印到我们的屏幕上 就会打印出来 我刚才出优质就打印出来了 我收到ISMPUnwritable信息 就会给Ping成绩 就会P这个应用程序 给Ping成绩 回馈一个信息 那么Ping成绩读取了之后呢 就会打印到用户屏幕 告诉用户 那么这有Unwritable信息被收到了 所以有些呢 比如说 他就会去 弹出这些相应的这些 比如说 主机复可达呀 或者连接被拒绝的信息 会弹给应用程 然后应用程 反馈给用户 对吧 当然有些呢 就是收到之后呢 就被忽略了 比如说 由于过力的通讯的强势复可达 肯定被忽略掉了 比如说呢 不同系统 收到ISMP的Unwritable信息 它可能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有些就是不管 有些就是告诉用潮 这事儿 你到底出事儿了 你得去考虑这个问题 有些呢 可能还会 比如说重镜项的话 可能还会更新路由表 那么以后我们会看到 ISMP重镜项 我们会展示一个 更新路由表的效果 看到你吧 比如说呢 收到了这些不同的 ISMP的Unwritable信息 可能 不同的操作系统 可能是处理方法 也是不一样 ISMP讲完 咱们讲PIN PIN这个名字呢 源自于一个 声纳定位操作 那么是由这个程序 所编写的 目的是为了测试 另一个主机 是否可达 该程序呢 发送一个 ISMP的Aquirequest 80 请注意 80 类型为3 code为0 然后呢 等待ISMP的Aquireply 类型为 类型为0 code也为0 是Aquireply Aquirequest Aquireply 感叹号 评通 这个效果 可以用PIN程序 来确定问题 出在哪里 PIN程序 还能够设施出 网络的往缓时间 就是PIN 我们看到 通不通 对吧 到哪儿不通 我们知道 网络出现在哪儿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而且PIN还能够 看到往缓时间 我们知道 网络的延时 是不是在抖动 我们的延时 大概有多大都可以 一台主机的可达性 可能不只取决于 IP程序的可达性 还取决于 使用何种协议 以及关口 这在说什么呢 很经典啊 PIN不通 不等 你就真不通 对吧 可能我们有列表 把PIN给禁用了 你PIN不通 就认为 这个完全充不了 这是不正确的 对吧 有可能你TEL 它可以过呢 只是PIN不通而已 比如说我们列表 只放了TEL 但是没有放PIN PIN不通 你不能说就 真不通了 你TEL一下 就没通了 有这句话 这个主机的可达性 可能不止取决于IT可达 可能IC病不同 PIN不同 但是可能 PCB上好都可能 TEL还是可以通的 对吧 我们曾发送回线请求的PIN程序叫做客户 就是PIN吧 发系PIN的叫做客户 然后呢 回应PIN的呢 叫做被PIN的呢 就是服务器 那么大多数的TCP的实现 都在内核中 支持PIN程序 就说呢 尽量都能PIN的通吧 核都支持PIN 你只要PIN我都会回你 我们还讲Echo Request的这个 这个字段 那么类型为8 为Request 然后呢 类型为0为Reply 代法都是0 然后这样和前面 这个字节 其实只要是SNP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Echo Request和Echo Request 还有一个标识符和序号 标识符和序号 来看这两个很关键啊 对于某些类型的SNP查询报文 必须想用标识符和序号 就说呢 我发给你的标识符是100 序号是1万 那么你的Reply 也得把这个标识符100 就序号1万 回给我 就说呢 我发给你什么 你得回给我什么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你要回显 给我回不来 我发给你一次 标识符100 序号是1万 你得照着 一样的复制给我 这个效果 Unix系统在 实现聘程序的时候 把SNP报文的这个 标识符设置成为 进程的ID 那么 这样即使同一个组织 但同时运行 多个聘程序 聘程序也能够识别 出访回的信息 就说呢 我如果同时开两个竞争 同时开始Pay 那么Unix会这么处理 当然路由器也应该这么处理的 它就会什么呢 两个不同竞争在Pay 那这个两个不同竞争的竞争ID 就会填到这个标识符里面 那这样的话 不同标识符回来的包 我就知道 到底是哪一个竞争发出去的 我就会在哪个竞争的那个 终端的显示里面打印出来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呢 标识符呢 基本上是跟竞争有关系的 那么只要是 你是一个竞争Ping的 那么标识符都是一样的 但是序列号呢 会随着这个包的数量的Ping 一个包 两个包 三个包 四个包 那么序列号会不断的增加 序列号会不断的增加 这个我们来 一个包包 我们开始在这儿抓包 我们Ping一下 这是App Request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几个App Request的 这个进程ID是不是一样的 进程ID是不是一样的 看一下 进程ID ISMP 就是我特别讨厌 我玩Shack的地方 特别的头长的 你看进程ID 进程ID 有时候看着它们清楚 这样 动感 Warshaft有打来啊 App Request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 App Request的 类型为8 code为0 是这样的 那是ID 1300 第一个包是1300 好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 这是AqueryQuestion 13没变吗 13没变吗 表示进程都是一个啊 没变啊 100 多一个多100啊 继续看 再来又来 AqueryQuestion 1313没变吗 200 看到吗 续号在不断增加 但是这个ID是没有变的 表示我们是一个进程 发出来的 续号再增加 ID不变 这点很关键啊 说到这儿呢 我可以说一些啊 跟诗科相关的一些东西 诗科的这个Path很有意思 你解释一下Path Path叫什么呢 这个人该应该知道啊 Path叫做 端口地址转换 又要转端口 还要转地址 是这种Line的方式啊 按理说 UDP有端口可以转 你TCP有端口 也可以转 但是讲实话 ISMP可是没有端口号的 ISMP怎么转 ISMP呢 这个很有意思 我记得在12.3之前的iOS 那么这个 我们的录录器 把ISMP的这个 序列号当端口 来转 序列号当端口来 来转 在12.3之前 你找个12.3 录录器做一个Path 你一聘100个包 那么同时呢 他会发现有100个不同的序列号 然后呢 他就给你做100个转换 他怎么回事 现在到了12.3之后呢 他觉得这个套路太奇怪了 所以后来到了12.3之后 那么斯科录录器呢 会把这个标识符作为 认为是端口号来转换 那这个时候 你不管你只要一个进程 你只要是个标识符不变 那么就一个转换 不管聘多少包 就只有一个转换 节约了这个 转换的槽位 实际上 ISMP按理说 是过不了Path的 但是所有的路线呢 都会协助ISMP来创业Path的 因为ISMP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协议 对吧 那么以前老板们 是会把这个 这个序列号 来做端口号 聘一片转换 所以新版本呢 会把这个标识符 来做种换 你不管怎么Pin 那么就只有一个转换 这样 这边要注意一下Pin程序 这就是 这就是Linux下面的Pin 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有序号 看来很明显 它是按照标准顺序走的 然后呢 这种回显的PTL 和往返时间 那么我们在PC上 也可以Pin 我们把PC的Pin 看来Linux下面的Pin 都可以来做 那片Pin Pin17.1 Pin204 是Pin的片 是吧 然后呢 Linux的片 Linux的片 应该最最熟悉的了 这边 看来 是吧 这种各种片 而且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往返时间 怎么算出来 你看有些往返时间 能够算出来吧 往返时间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也是一样 往返时间是怎么算的 往返时间啊 我们随便找一个 Aquary Question 你说要往返时间怎么算的啊 这是Aquary Question 在Aquary Question 这个 是在SMP头部吧 SMP还有数据 你看这个数据部分 前面几位 请注意这个数据部分的前面几位 特别是这个ABC开头的 ABC开头的这几位 所以讲啊 这个里面 藏着它发送这个包的时间 Aquary Question Aquary Question 的数据 前面这几位 藏着它发送这个数据包的时间 时间长的这个地方 11280 好了 Request出去了吧 Now Reply 会把你发的那些东西 送回来 你发的那些数据 它会给你照样的 给你复制回来 11280 对吧 会把这个时间再复制回来 那么好了 我发出去这个包的request里面 有这个时间 对吧 然后Reply里面 会把这个时间弄回来 然后呢 我以当前的时间 来减去这个里面的时间 这个时间差不多 就是这个毫秒数 这么实现的 对吧 所以我这个Aquary Question 的包里面长了时间 然后Reply里会把我的时间 再 还回来 然后呢 我把我的本地时间 减去你的时间 就是我们的往返时间 这么 这时间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好 当然呢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 一个片 这个严重流包 看到了吗 严重流包 我也不知道 这个这个网络圈 会这么夸张 百分之五十几的流包 当然这是很明显的 不正常的 但是呢 这个作者想说 一个问题 通过广域 还有可能看到重复的分组 有时候才会发现 两个七两个五 重复的分组都有可能 还有思续的分组 有可能呢 比如说七在五之前出现 这也有可能 可以重复 可以思续 可以丢掉 那么在说明 ISMP 通过IP来传输的 IP为了说过 是不靠谱的 它是不可靠的 是没有状态的 比如说呢 它用IP来传输 这有可能 完全会给丢掉 没问题 然后呢 完全可以失去 可以后发的签到 这也没问题 然后甚至可以 重复的分组出现 这也有可能 因为ISMP 通过IP来发送 我们IP就是不靠谱了 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I7记录路径选项 那么其实这个选项 咱们昨天讲过 昨天讲过 IP守部 再想想啊 IP守部最长有60个之间 正常的IP守部 是20个之间 比如说呢 这个选项最多有40个之间 40个之间选项 这些选项当中呢 比较经典的就是 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个记录路由选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时间记录选项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 原站路由选项 有宽松原站路由 和严格原站路由选项 一共四个 今天我们都会讲到 第一个呢 就是IT记录路 这个记录路由选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大多数 大多数普通版本的PIN程序 都提供这个杠阿选项 就是路径记录选项 叫做记录路由的功劳 它使得PIN程序 在发送出来的 IP数据包中 设置 IP RR选项 简直就是 IP选项位 就是藏在那个 IP头部后面 这40个IP选项里面的 这样每一个处理 该数据报的路由器 都把他的IP地址 放入选项之段中 当数据报到达 目的端时 IP地址清单 应该复制到 SNP回显 应答中 这样返回 途中所经过的路由器地址 也被加入 清单中 当PIN程序 收到回显 应答 他就答应出来 他大概是在说什么意思 那因为我会展示这个效果 路由器 比如说有这么几条 那么路由器 你记录的效果就是 我每过一跳 我都会把这个IP地址 放到我的选项里面 又过一跳 我又会把这个IP地址 放到我的选项里面 又过一跳 又会把这个IP地址 放到我选项里面 并且服务器回显的时候 会把我发过来 request里面的那几个IP地址 也复制 比如说可以刷IP地址 然后出来的时候 又记录 回去的时候还记录 回去的时候还记录 可能你一共会记录 六跳的IP地址 就是过去和返回的 这些IP地址 请注意是出接口的IP地址 跟那个催俗的不一样 催俗是入接口 是出接口的IP地址 会被记录下来 去也会记录下来 回也会记录下来 这叫做IT路由记录 记录路由选项 这是IT这个协议 本身给大家启动的功能 但是你要了解一点 我看一下 原端主机生成R选项 中间入企器对R选项的处 对R选项经处理 以及把SMP回显请求中的R 清单复制到SMP回显应答 所有这些都是选项功能 就是发起方制造选项 然后中间设备 往这个选项里面填安地地址 然后目的服务器还会把请求里面的清单 复制到回显里面 这些都是IP选项为你提供的功能 但是只要是IP推占就会有的功能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会把去方向的出接口全部记录下来 回方向的出接口全部记录下来 那么可能会有很多例子 但是这个技术为什么不能够广泛地使用的原因 就是IP的选项空间是有限的 IP选项空间最多不能超过40个字节 40个字节 40个字节的话 一个IP地址是4个字节 比如说取极限可以装10个IP地址 10个 但是你要知道不可能有10个的 因为我们这些选项 比如R选项总会占几个字节 比如说R选项会占3个字节 现在占了3个字节 那么想想在选项里面最多就是存9个IP地址 比如说它只能记录9票 那么超过9票就记录不了了 因为它的IP选项空间就只有这么少 它只能记录9票 超过9票就不行了 其实R选项应该有10票 应该有10个IP地址不行 因为IT这个R选项就占了3个时间 那么大概什么效果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把选项给你做好了 比如说首先是code位 那么表示是IP选项是7 然后长度位 那么表示这个选项一共有多长 比如说有39这么长 为什么39呢 3加9个4 9个意思吧 4936 3636加3 那么39 长度39 然后还有指针 指针就表示开始出来的时候呢 指针应该是4 就是说呢 就是现在呢 你不要记录嘛 你现在的IP地填哪呢 填这个IP地址 如果这第一IP地址的时候呢 第二票的IP地址哪呢 填8这个位置的第二个IP地址 第三票填这个12位置的这个IP地址 那么直到9个全部填满 填满 就搞定 这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测一下效果 我给你来演示一下 这个我没有记住配置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环境我要手配一下 这个相应该的意思 我手配一下网络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环境吧 R1 R2 R3 R4 网络是4月1.12.0 R3.0 R3.0 先把这个网络 从路由角度上先处理吧 然后 然后代理也是这个 后面的 比如说 这个 那个路由纪录 伸缩纪录 还有 随时录的 还有原站路由 今天主要是讲的这个 路由问题先处理吧 我给稍微调小点啊 我们下转的好 那拥有点 我们下转的 好 好 感谢 retain 没有 还有 好 不 滚 bey 有点 1.1.3.1 跑关 4.1.1.3.2 2 4.1.1.3.2 1.3.2 广关 1.2.3.3 2.3.3 23.3 1.2.3.3 1.3.4.3 1.2.3.2 2.4 1.3.4 1.3.4 1.3.4 1.2.1 OK 选网是逛中的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路径进入选项 路径进入选项 你看咱们的效果啊 看看能不能进入所有的去和回的计则 定 而呢 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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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隔 比如说 9票最多就9票啊 10票 可能小于等于9 往外 都记录下来了 继续啊 12.1 23.2 34.3 然后目标的入接口要记 三四点四 然后回来 入接口三四点四 然后出接口二三点三 然后出接口一二点二 然后最终目标的入接口一二点 以前的最终目的入接口要记 最终目的的入接口要记 这样八跳吧 最终记九跳 我记得八跳 这个效果 知道吗 出接口 最终目标的入接口要记 这种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抓个包来给大家看看 我们这个包期路以前抓过的 今天下午就是为位置准备的路径结果 看一下这个路径结果 首先呢 它是不是SMP的事 它是IP的事 IP 然后呢 你看这IP选项 IP选项对吧 你看这个IP选项 OK 我刷下来给大家 这个 抓包程序啊 是各有千秋啊 这个我的欧美匹 分析这个路径选项就有问题 这个IP是Warshock 我刷下来玩 IP选项 类型为7 类型为7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课 是不是讲的7 后的它的值为7 对吧 OK 为7 然后紧接着是长度 长度是39 3加49 36 36 36加3 39 39 然后24 有时候呢我存到前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那么往这儿存了 这是我记录的 这个出介统 然后再过一条往这儿存 再过一条往这儿存 再过一条往这儿存 然后还有这个效果 请注意这是IP选项部分啊 不是SNP啊 跟SNP没有什么关系啊 是SNP 是IP选项部分 IP选项部分 IP选项部分 我们把路径记录 就这个东西啊 有一次我们在考赏有个学员 就是为了判断一个特殊网络的环境 那么他就拿这个路径记录 非常效果非常好 能把去和回两个方向上的IP选项全部记录下来 那这样我就探测清楚了这个网络 到底他考试的时候怎么一个情况 这路径记录没问题啊 然后他还有一个时间戳记录 这个用处就特别明镜了 他就能够记录呢 通过的这些所有的路径器 时间 通过这些所有的路径的时间 但这个时间的用处就真的不是很大了 因为这些时间 特别是我这些路径的时间也不准 而且他不是给你说 左耳门左耳月的一个时间 他只是呢 说从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UTC5页 零点开始算个毫秒数 5页开始算个毫秒数 就是过了这些路径器是什么时间过的 只是可以记一个UTC的这个 UTC从零点开始的这个毫秒数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特别特别奇怪 我记一个时间 点1点3分4点4 我的定量 时间T 有时间T 有9个 当然了 他每记一个时间也是4个直接 刚刚毕子也一样是不是也 最多也就只能记9个 刚刚毕子一样也有9个 就是所有的时间 过每一条 相应的UTC的一个 从零点开始 从直验零点开始算的一个毫秒数 你自己算是几点多啊 他只可以说从零点开始算的毫秒数 你自己换算一下吧 这毫秒数啊 应该能换出来是今天的多少点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路线记录和时间说 没有什么太多用 说实在的 所以在这很小的网络里面可能它起点作用 因为它只有9票 近9个 稍微大家往往这里维系 所以说为什么会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垂直录的吗 为什么你看大家都不用这玩吗 因为为什么要用垂直录的吗 这就是太有问题吗 因为选项太少了 人计9票 所以说这个说完之后 NMR就开始说催促的 你看 其实这个IP记录选项效果还挺好的 它的问题很严重啊 我们再看一下 催促的是由 开放催促的 催促程序可以让我们看到 IFC数据报从一台主机 传到另外一台主机所经过的路由 那么催促的 路由程序呢 还可以让我们使用IP 原路由选项 后面会接到宽松原站和严格原站 那么好 催促的这个程序 请注意啊 您那个时候 或者说诗科叫催促的 微软叫催促的 催促的 微软叫催促的 催促的 催促的 跟催促的 不管是名字上不一样 其实在功能上也是不一样的 路由器当然这是催促的吧 那么只有微软才叫催促 如果可以解释 它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它们名字不一样 其实功能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设计这个催促的 那么现在就要把催促的 跟IP路径选项做比较 其实最大的问题 刚才大家感受到了 就是这个路径记录 其实也挺爽的 双方向的都能记下来 但是问题就是它太少 中间太少 那么我们看 我们描述IP记录路由选项 为什么不使用这个选项 而开发另外的程序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并不是所有的路径 都支持这个选项 首先第一个 不是所有都能够支持的 一般路径器可以支持 但是遇到了安全产品 比如说ASA 这种防火墙 我觉得只要是安全产品 基本上都不支持 那不安全 那你只要是安全产品 一般都不支持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记录下来的 IP就说它路径记录是去也要记录 回来也要记录 双向也要记录 那么也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数量分配 去也记录 回来也要记录 五票就基本上就不行了 但是它的使用范围很少 第一个就是不是所有上面都支持 比如说遇到了这种路径器没问题 遇到ASA就没起 然后呢 它两个方向都记录 那么数量会翻翻 那么距离会缩短 然后呢 这个空间本来就很有限 只能记录九票 所以它的医用场合就比较有限了 它为了能够使用一个更广泛的互联网的跟踪路由 那么设计出来了垂直路由 它利用了什么东西呢 使用ISMT暴纹和IP手部中的TTO之段 那么我来说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来 应该接一下 我也抓了包的 以后我会看一下一个具体的垂直路由的抓包 垂直路由的抓包 我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重要字典 跟我们考试 平时里面的一些工作都有关系 好 来解释一下催俗的 咱们不用看它那个东西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 这个师科的催俗的 它怎么工作呢 给它包图 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催俗路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量 什么样的流量 它是一个TCP的流量 它就是说什么 UDP的流量 UDP是什么装口号的流量 是科的设备 端口号为三四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 我记不下来 看来不需要一记 都是不有人记的 可能说记不下来 我怎么知道呢 我看一下 不有人记的 不有人记的 就不需要记 才吸十点一点 十点四 一个探针 最多三十跳跃 知道了吗 三四三四 无人记的就不用记 三三四三四 都好像这么多 好了 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工作的 首先UDP 三三四三四 好 我们在这个录器 我从语言吹死到目的 怎么工作呢 我解释一下 首先它发的包就是 第一个包是UDP 副端口是三三四三四 好 这没问题啊 然后呢 TTO大家知道吧 TTO等于一 是第一个包 副端口三三四三四 是TTO等于一 在这个包呢 到了我们的R1 这个录器 收到之后 R1一看 你都 你都TTO是一了 不过我就零了 那我还转它干嘛呢 依旧不转了 依旧会给员发送一个 ISMP的 不可达信息 TTO的超时的不可达 TTO超时的不可达 这个不可达信息 SMP 我看看 我这有个刷 TTO超时的扩大信息 我们看一下这种东西 TTO又是 内行为11 可能内行为11 不是在哪 是TTO超时 code为0 11 因为TTO超时的信息 TTO超时 110 tap 11.0 我给你回一个 TTO超时的ISMP 不可达信息 原地址呢 是R1的地址 目的地址呢 是你发现 Client的地址 这种Client 收到这个TTO不可达信息 它会读取这个 原地址 然后打印到屏幕上 然后打印到屏幕上 那么TTO 在屏幕上 听见吗 这项目啊 发动的包是 UDP的334 34 目的高考 TTO等于1 然后这一个包呢 会在第一跳超时 第一跳发现 你已经1了 再转发 就没有必要转发 那么就超时了吧 那么R1呢 就会给你回 ISMP的 TAP为11 扣着为0的 TTO超时信息 以R1这个地址为原 给Client发 Client收到之后呢 就会读取这个原地址 打印到它的屏幕 它的第一跳就出现了 OK啊 接着 它又开始发 它会发UDP 多方是33435 再加一个1 然后那TTO呢 等于2的包 发出来过 第一个路由器 没问题 到了第二个路由器 那么由于第一个路由器呢 TTO又减1了 到了路由器2呢 TTO又是等于 这个时候TTO又等于1了 R一看你又1了 我一转发又 又完了吗 所以R又会以 它这个结构为地址为原 像我们的Client 发TTO超时信息 TTO超时信息呢 也是11 Type为11 Code为0 ISMP的TTO超时信息 发给Sover Sover呢 又会读取这个 ISMP超时信息的原地址 又打印到屏幕上 第二条又出现了 怎么样呢 第三跳也是这么回事 它会发 33436 TTO等于3 减一跳减一跳 这又是一 又发ISMPTTO超时 以这个地址为原 Client读取这个地址 又打印出来 第三条又出现了 关键的问题 我怎么能够知道 这抵达目的地了呢 怎么能够知道 它是抵达目的地了 这点很关键 怎么能知道 抵达目的地了呢 我会发33437 TTO等于4 这个包呢 减一减一减一 最终抵达目的地 这是最终目的地啊 目的地一看 你要去访问 它就不看TTO了 就算是一反正几大 目的地点吧 也无所谓了 它会发现 你的端口号是33437 这么高的端口号 我本地可没有提供 这么高的UGB端口号 我没有任何应用程序 增进在这个UGB端口号上面 那么这个服务器呢 会以它这个地址为原 发送一个 刚才我看到过的 端口不可达的 类型为三 类型为三 扣子为几 我想不起来了啊 类型为三 扣子为三 端口不可达信息 怎么样 类型为三 扣子为三的 端口不可达 太古为三 扣子为三的 这种一个包 回给我们的 发送方 发送方呢 也会读取这个地址 然后他发现 是端口不可达 OK就抵达目的地了 然后就结束了 把最后一条打印出来 就表现 这么简单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 tracewood 了解了吧 在这边是UDP的包 那么 33434开始 每发一个包呢 会多加一 然后呢 TTL呢 每发一个包呢 PTO会增加一 然后呢 中间呢 会超时 由于TTL超时 中间设备呢 会以它的地址呢 回送PTO超时信息 烂砖 读取这个超时信息的 原地址 来打印到屏幕上 就能够知道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的地址 怎么知道目的地呢 他到了目的地 那么目的地呢 并没有提供这个 高端口 所以说目的地呢 会给云发送 一个端口不可达信息 那么看呢 读取这个端口不可达信息 就知道已经 得到目的地了 并且读取这个 原地址 他就 把最后一条打出来 就搞定了 那前面的路由器 也没有分线 33436 前面路由器跟那有个关系吗 前面路由器 不如目的地 只有目的地 才会查端口号 中间路由器 只查IP地址 只有目的设备 才在端口号 难道 比如说 我要去往 一个服务器的TCP80 那他所有的路由器 都需要 打开TDL公口吗 你用这个说法吗 只有目的地 才会 查端口号吗 中间这些设备 只查IP地址 然后中间再会看超市 所以我一回送 然后路由器就OK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效果 目的是端口 不会的差错 中间是SMP超市差错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效果 我们顺便再说一下 微软这个Twitter 是怎么工作的 微软完全是投机取消 投机取消 就是 它怎么回来呢 它发的包 那不一定的包 它发的包 就是ISMP Aquery Quest ISMP Aquery Quest 也是第一个TDL唯一 也是中间超市 把TDL超市的 Aquery信息 然后中间 依然把TDL超市的信息 那么怎么提搭目的地呢 目的地会回送 ISMPAquery Ply Aquery 那么它就知道 提搭目的地了 那么简单 TraceRoot 是UDP的高端口 TraceRoot 微软 是ISMPAquery Quest 所以说 无论直线效果的效果 微软省事 用ISMP来搞定 那么 那么 这就是Trace 相应的一些效果 而Trace 依然这个图 反正依然也是 在说一些问题 它总是可能会丢包 你会发现 有些后面的时间 可能比前面的时间 还要短 比如说 204 你看这个前面 还是230 这都很正常 因为它这个双向的时间 IP这个阶级很不靠谱 有可能去的是 走一条路径 回了可能走的 另外一条路径 所以有可能 这个时间 为什么 一般来说 我们发探值中 发三个 发三个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来一个 平均时间 对吧 这样的话 就不至于说 由于网络的变化 和抖动 造成的时间的不稳定 所以说 一般我们发三个 就是 能够用平均值 大概知道这个时间是多少 好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比较的意思 叫IP原站路由 就是一个安全里面 比较严重的问题 也是一个 IP选项上 请对IP选项 我们讲四个 一个是 路线记录 一个是 时间戳 还有两个 都是原站路由 一个是严格原站路由 一个是宽松原站路由 看一下 原站路由的思想 是由发送车来指定路由 它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请对 正常的路由 我们的 一般来说 我们目的IP率 都是不变的 那么 如何路由呢 完全由中间的路由器 和我们在中间路由器 所做的路由策略来决定 但是原站路由呢 它想提供一种方式 让发送 让发送者来决定 那么这个数据报 到底应该怎么走 那么 它有两种方式可以做 一个是叫做 严格原站路由 一个是宽松原站路由 我们来看一下 严格的原站路由 发送端 指明 IP数据报 所必须采用的确切路由 如果一个路由器发现 原路由所指的下一个路由器 不在其直接连接的网络上 那么它就反复一个原站路由 失败SMP差错 宽松原站路由 发送端指明一个数据报 经过的IP地址清单 但是数据报在清单上 指明的任意两个地址之间 可以通过其他路由器 什么效果 我会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是一个网络 原是X目的之外 按理说我的包 这个包 原是X目的之外 然后中间设备 就基于你的目的地址外 找路由 一跳一跳 帮你转发到目的地 相当于这个 到底怎么走 完全是由路由器来决定的 路由侧位来决定的 那么原站路由 这是一个IP选项 并不是这种黑客工具 它能够实现什么呢 就是能够让你逐竅代表下降 比如说 第一竅是A 这个地址是A 这个地址是B 这个地址是C 然后最后一个地址是Y 它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包发出来的时候 它就中间是去外的 但这个包在这一段 原始X的目的是A 在这一段变成了原始X的目的是B 在这一段变成了原始X的目的是C 然后最后一段变成了原始X的目的是Y 最后一个效果 无效给人加一效 我在发出来的时候 先到A 再到B 再到C 再到Y 这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说呢 如果说其实可能还有好几个 还有其他路径 比如说这是 D E F D 那么正常路由 那应该在EBC 但是呢 我可以通过原站路由 强迫这个包走这条路 绕过了一个正常路径 这就是原站路由 可以指定这个包 到底应该怎么走 由发送方自己决定 这个路由该怎么走 这是一个标准来选一下 请注意所有的路径 请默认这种知识的 除非理由命令给它干掉 严格原站路由 和宽松原站路由 是什么意思呢 就严格原站路由 这个每一条 必须指连 比如说呢 你先到A A和B 这两台路由器之间 必须指连 B和C这两个路由器之间 必须指连 C和Y这两个之间 必须指连 那叫严格原站 主条指派的 那么宽松原站 是什么意思呢 就你先到E 然后E直接到Y 就可以了 就说呢 E和X之间不一定指连 那么E和Y之间 也不用指连 这叫做宽松原站 严格原站必须指连 宽松原站不一定指连 这是他们两个的特点 那么它的这个 依然是选项 所以它扣的位呢 是如果说是宽松原站呢 就是这个83 如果严格原站呢 就是89 然后呢 长度呢 长度就是说 一共有多少 但是请注意 一般来说呢 我们路径记录 肯定就是用9个 用满 因为其实对于路径记录而言 9个已经很少了 但是原站路由呢 你可能一般 不一定要用9个 可能我就指两跳 然后就抵较目立了 三跳就抵较目立了 所以一般呢 可能我们并不用拳 最大反正就是39 所以其实你看呢 这个字段 跟我们的这个路径记录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这个扣的不一样 只是扣的不一样 长度啊 指针啊 还有FD值都是一样的 只是扣的不一样 宽松为83 一个为89 其余这个字段 跟那个路径记录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发出来的时候 我就要指定 先到哪儿 再到哪儿 再到哪儿 最终到位立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耍一个啊 来耍一个 看我们的图 大家看得到我桌面吧 刚才好像剪了什么东西 我们来耍一个啊 严格远战录用2 R1到R4 严格远战录用2 刷一把 10点1点 4点4 1个 1个 严格远战录用S 严格远战录用B区的直连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要到R2的 1.2.2 然后再到R3的 1.23.3 然后就到最终目的 我们的10点1.3 4点4 对吧 先到10点1 112.2 然后再到10点1 23.3 然后到目的地 这就是原单路由 回车 通过吧 通过吧 可怕的地方就是 我有可能没有路由都能去得了 你刚才你说我R1要去往你的直述目的地 我希望不能往安罔 耗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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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利丹 1.3 4点4 先到这儿再到这儿再到目的地 同样的 来个宽松的 我还 宽松的 1.3 4.4 宽松的 先到10.1.12.2 然后再到目的地 到这儿再到目的地 中间可以跨一下 宽松的 宽松的 3.2 这种效果 好了 这就是宽松远战路由和严格远战路由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抓包 我们看一下效果 严格吧 严格远战路由 你看我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个 第一条先到12.2 看一下我这个图啊 先到12.2 然后里面还藏着两个地址 先到12.2 里面还藏着两个地址 然后再到10点 你看Next 10点1.23.3 最后到10点1.3 10点4 效果了吗 我觉得这个官方给的图比较靠谱 你看啊 他说这个 你发出来你本来是去D 但是原战路由指了 R1的地址 R2的地址 和R3的地址请注意这是R1的地址 这个接口R1的地址 这个接口R2的地址 这个接口R3的地址 然后到目的地址 对吧 这三个呢 是背离手中指态的 在这S到R1这一段 目的地址 里面的指针指到R2 然后呢 里面还有R3的地 然后到R1到R这一段 目的地址是R2 然后呢 这个R1请注意 这个R1的地址 不是左面这个接口的地址 而是这个初接口的地址 而是这个初接口的地址 R1 初接口的地址 R1啊 不是这个初接口 好 然后呢 这个指针指到R3 R2到R3这一段 目的是R3 然后呢 R1是这个 R1的右面这个接口的地址 R是R这个右面接口的地址 然后指针指到D 然后R3到D这一块 目的地址是D 里面记录了R1 R2 R3 是R1这个接口地址 R2右面这个接口地址 R3右面这个接口地址 到D 请注意 为什么要是 右面这个接口的D 右面这个接口的D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采取了原站路由 你去的时候会用原站路由 回来的时候还会 并且对于该TCP连接的所有报文 都能采用反向路由 就说回去的时候 我还会读这个 去给你反向走原站路由 那么走反向走原站路由的时候 是不是我应该第一跳是R3的这个接口地址 R2的这个接口地址 R1的这个接口地址呢 所以说我过来的时候 就把这个路径给你记录下来了 你回去的时候呢 就按照这个3213这个地址 2这个地址 1这个地址回去吧 我过来的时候 八十方田的123 是左边这个地址R1 左边这个地址R2 左边这个地址R3 我过来的时候 记录了R1的右面这个地址 R2右面这个地址 R3右面这个地址 那么回去的时候 反向原站路由 那么这就321这么走 其实以前我说实在的 都没有认真观察过 而且这个 回来的时候是记录的 所以它那个叫做 叫做原站级路由 原站级记录路由选项 首先过来的原站 然后呢 还有路由记录 回去的时候按照 记录的路由 然后做反向原站 就这么个效果 严格原站 请注意一定要是直连 如果说不会直连 就会报错 好 我会制造一个 报错的效果 报错的效果 现在呢 我们R1的那个 默奴还得敲上 否则这个 报错 严格原站必须直连 如果不是直连 就报错 把IP SMC 这也是 严格原站 我先到 呃 我看 我 我严格原站 那就 1.1 12.2 其实没有路 也行啊 回车 回车 unrichable 因为 严格原站 必须全部都直连 但是他 我指派的先到 12.2 然后我想 直接抵达 34.4 R一看 你明显 不能直接去 抵达34.4 这个还要花路如器 R直接给你报错 R2 R2.2 直接给你报一个 原站路如失败的 按摩球 原站路如失败的 按摩球 明白 原站路如一定是直连 否则你不会报错 好 再玩一个 路如器 能不能都直至原站 当然你也可以把原站路 的功能给关掉 你把原站路的功能给关掉 让我们停 点1点34.4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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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1点34.4 点1点13.2 点1点23.3 也不达 因为中间这个设备 我已经把原站路给关掉了 请注意 表示 10颗ASA肯定不止 只要防偶强 都不止原站路由 这是安全问题 路由器都支持 所以我关掉原站路由之后 它已经一旦通不了了 对吧 关掉原站路由也通不了 然后严格原站路由 如果说你不如失败 也通不了的 宽松原站路由 当然是比较 心通的 原站路由的问题 OK 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 其他事情 我正要找我 先咱们讲到这儿 明天我们从第五步 方案例选 就开始讲 先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先去到这儿 本头发 Shen 芽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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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